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节课我们上一节练习课 请你准备好零至九的卡片和小圆片 没有也没关系 可以用其他物品替代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我们先来玩个数学游戏 怎么玩呢 屏幕上有很多小球 一会儿两个小球碰在一起 就会碰出一个算式 请你口算出得数 举起相应的卡片 听明白了吗 准备好你的小卡片 游戏开始了 哪两个小球会碰在一起 二和四 算式是二加四 等于几呢 举起你的小卡片 亮亮举的是六 你举对了吗 咱们继续玩 看 又有两个小球碰到了一起 算式是七减二 算出来了吗 丁丁举的是五 是不是和你一样 继续玩 三和六 算式是三加六 等于几呢 方方举的是九 你举对了吗 再玩一次 这次碰出的算式是九减三 等于几 君君举的是五 莉莉举的是六 你和谁举的一样 九减三到底等于几呢 请你再算一算 然后想办法把道理讲清楚 如果有困难 可以请小学聚来帮忙 我们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九减三应该等于六 大家看我摆的原片 我先摆了九个原片 九减三 就要从九个原片里去掉三个 拿走三个 大家数一数 还剩几个原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所以九减三等于六 道理讲得真清楚 丁丁 又是怎么想的呢 他借助数格图 来讲道理 九减三 先找到九 先找到九 减三 就从九开始往回跳三下 一下 两下 三下 跳到了六 九减三等于六 他们借助学键 他们借助学 Albion цвет 摆了摆 画了画 讲清了道理 真好 亮亮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我们算了三加六等于九 我就知道九减三等于六了 亮亮借助加法算减法 也讲清了道理 真是个善于思考的孩子 同学们真了不起 想办法讲清了道理 希望大家以后计算遇到困难时 能想到这些方法来帮忙 现在君君明白了 他马上把卡片换成了6 做完了游戏 我们再来帮树宝宝找找他们的算式朋友吧 想一想怎样找呢 莉莉说 这里有三个树宝宝 九 八 三 在他们的旁边都有算式 应该在这些算式里找他们的好朋友 亮亮补充说 大家看 二加七这个算式的下面 画了一条横线 二加七等于九 旁边的树宝宝正好是九 所以就是让我们在 这些算式里找到得数是九的算式 然后在他的下面画一条横线 同学们借助题目中的小提示 把题读明白了 下面就请大家自己试着做一做 帮助这三个树宝宝找到他们的算式朋友吧 完成了吗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先看看这个同学的 他先算出每个算式的结果 然后再根据得数画上线 我们帮他检查一下 做的是否正确 九减零等于九 三加六等于九 八减三等于五 四加五等于九 都算对了 也找对了 再检查一下 得数是八的 这道题 莉莉发现 她看错运算符号了 应该是加法 六加二等于八 看看这回对了吧 看来计算时 看清运算符号很重要 得数是三的呢 都找对了 算一算 就找到了算式朋友 君君没有计算出 每道题的结果 也找到了算式朋友 他又是怎样找的呢 我们听一听 我发现这些算式里 有加法 也有减法 我就先看加法 二加七等于九 那三加六和四加五 也应该等于九 借助小语片 百一百就知道了 这是二加七 三加六 就是黄元片多一个 白元片少一个 结果还是九 四加五也是一样的 再看减法算式 九减零等于九 八减三不用算 也知道不可能等于九 这样我就找到 得数十九的算式宝宝了 君君先观察这些算式 然后分分类 想一想算式之间的关系 就解决了问题 我们也像他那样 观察一下这些算式 看看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 莉莉有发现了 她说 得数十八的算式 也可以按照刚才君君的方法找到 先看加法算式 五加三 六加二 四加四 我们给他们按顺序排好对 四加四等于八 五加三等于八 六加二也等于八 再看减法算式 九减一等于八 那九减三就不等于八 这样就找到了得数十八的算式了 丁丁说 我发现得数十三的算式里 也藏着小秘密 这些算式都是减法算式 可以先按顺序排好对 我们一起读一读 九减六 八减五 七减四 六减三 六减四 发现什么了 六减四好像没排好对 可能不等于三 是这样吗 咱们请学剧朋友来帮忙 一起看一看 九减六等于三 八减五呢 整体少了一个圆片 但去掉的也少了一个 所以剩下的还是三个 接着看 七减四 整体又少了一个圆片 去掉的数呢 也少了一个 剩下的还是三个 六减三也是这样的 六减四呢 等于二 结果不是三 如果还像结果是三 想一想 下面应该怎样白 是哪个算式呢 是五减二 在找算式宝宝的过程中 我们还发现算式里藏着的小秘密 知道了计算前先观察是个好习惯 下面我们再来挑战一下 请你先看图 说图意 再劣势解答 这道题就在数学书52页 自己做一做吧 做完了吧 看看你做的和军军的一样吗 先看第一题 军军写的算式是 九减三等于六 是这幅图的意思吗 我们再来看看图 大括线的下面写的是九 表示树上原来一共有九只小鸟 有三只从树上飞走了 就从九只里面去掉三只 还剩六只 做对了 再看第二题 七减二等于五 有的同学发现问题了 军军的算式写的不对 大家看小问号在大括线的下面 问题应该是一共有多少本书 左边有两本 书包里有七本 把这两部分合起来 就是一共有多少本书了 我明白了 我在做题的时候没有根据题目中的小问号提问题 自己提了个问题 解决了 解决了 这道题应该用加法解决 二加七等于九 看看我改决了 看看我改决了吗 看来我们解决问题时 要认真看图 先找到信息和问题 再列实解答 其实在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能用加法和减法来解决呢 你能试着 你能试着讲个生活中的数学小故事吗 请你先想一想 再把想到的故事 画在纸上 完成了吗 我们来听听同学们讲的 停车场里停了 五辆小汽车又开来了三辆 现在停车场里有几辆汽车 故事讲得真清楚 怎样解答呢 对了 把五辆小汽车和三辆小汽车合起来 就是现在停车场里有几辆汽车 列实是五加三等于八 再来看看这个同学的 盘子里画了四个桃子 外面还有三个桃盒 什么意思呢 君君想 就是原来有七个桃子 吃了三个 现在还剩四个 算是七减三等于四 再看看这个同学画了一幅连环画 你能看懂吗 自己先试着看图说一说 听听莉莉的 书架上有六本书 一个小朋友借走了三本 书架上还剩三本书 后来阿姨又拿了两本 听了莉莉讲的故事 你能提出哪些问题 怎样解答呢 丁丁说 书架上有六本书 书架上有六本书 小朋友借走了三本 还剩几本书 算式是六减三等于三 方方也想到了一个算式 三加二等于五 你知道她是怎么看图的吗 对了 她看到书架上还剩三本书 后来阿姨又拿了两本 提出的问题是 现在书架上有几本书 这个同学用连环画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数学故事 老师也画了一幅图 想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这幅图里藏着的数学故事可多了 自己找找看 君君找到了 客厅有一个大沙发 一个小沙发 问一共有几个沙发 方方发现墙上的画里也藏着数学故事呢 一共有六朵花 有三朵是绿色的 红色的花有几朵 先找到这儿 这节课我们一起上了一节练习课 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收获 课后你可以说给家人听一听 也可以继续观察老师这幅图 讲数学故事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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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